一个囚禁着上百名青春期小伙的地方 今天却送来了一名妙龄少女 一众男生各个瞧手以盼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可很快被她手中的纸条给吸引住 上面写着这会是最后一个 这也就是意味着少女将作为最后一位幸存者 进入这个密不透风的移动迷宫 原来这些人被关在一个可移动变形的迷宫里 清晨大门会慢慢打开 大家也可以进去找出路 然而他们跑了整整三年 却找不到通往外界的出口 到了晚上大门就会自动关闭 怪物的吼声也会时不时地从迷宫周围传来 为了保证迷宫内同伴的正常生活 飞毛腿们负责外出寻找出路 而其他人则种植作物谋生 三年已然建成了个小村庄 但由于事故的发生 一些进入迷宫的人难免会牺牲掉 迷宫里的神秘通道每隔一个月送来一个人 来这里的人都被记忆清楚了 艾伦第一天来到这里非常害怕 他开始拼命奔跑 直到摔倒他才看到周围的环境 几百米高的城墙让他大吃一惊 然而这里唯一的出口就是前面的缝隙 随后艾伦找到了队长老黑 开始询问通道另一边的情况 问那边是否有超大型巨人 队长一脸黑人问号 你动漫看多了吧 但不管他怎么问呢 老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里面的秘密 并说没有自己的允许 没有人能进入迷宫之内 老黑的话完全激起了艾伦的好奇心 但当他准备去看的时候 好心的小胖突然阻止了他 不放弃的艾伦还是想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但就在这时 八字眉突然出现把他给推倒了 他们的吵闹很快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人们纷纷来到这里 艾伦声称他只是想离开这里 他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让自己进去看看 但老黑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 随着艾伦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顶部齿轮的往返 厚重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 其他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而第一天到达这里的艾伦显然有被吓到 然而就在今天深夜 副队长黄毛告诉他一个秘密 黄毛说这里的迷宫是人为控制的 因为每天晚上里面的墙都在变化 这使得他们无法逃脱一天一个样的迷宫 而到了晚上 里面会有很多叫做鬼火兽的怪物 从来没有人活着见过这些怪物 这番话艾伦将信将疑 但没有让他被吓退 反而对迷宫更加充满了好奇心 然而第一天 飞毛腿中的一名成员因外出寻找出路而意外感染 因为没有治愈的解决办法 所以人们不得不把他放逐出去 随着深夜的到来 静静等待着他在迷宫中自行死去 第二天为了填补人员的空缺 明豪出去寻找出路 然而随着天一点点变黑 人们没有等到他们回来 看到门开始慢慢关上 明豪拖着身负重伤的队长老黑慢慢向外走 显然他们遭受了怪物的攻击 看到出口即将关上 明豪仍然不想放弃队长 众人的心也是提到了嗓子眼 但艾伦突然在门关上之前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对面 显然艾伦还是那么的一腔热血 就在他去看队长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怪物的吼声 两人迅速扶起老黑 打算用藤曼把他固定在高处 就在他们即将成功的时候 一个怪物从走廊的尽头爬了出来 为了保护自己明豪 不得不把艾伦和队长留在这里 无助的艾伦迅速固定了藤曼 就在他准备逃跑的时候 地上的粘液引起了他的注意 艾伦开始匆忙逃跑 但他无法摆脱身后的怪物 经过一番追逐艾伦用藤曼 暂时困住了怪物 但就在这时 刚好撞上了过来解救他的明豪 熟悉地形的他带领艾伦开始逃跑 就在这时 艾伦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冒险的想法 明豪叫他赶紧逃跑 但艾伦却一动不动 看着朝自己迅速靠近的怪物 算好安全距离 疯狂开始逃跑 然后在艾伦的吸引下 成功地将怪物引入了狭窄的通道 第二天早上 当大门慢慢打开时 所有人都希望能看到奇迹 然而就在大家沮丧准备离开的时候 艾伦和明豪扛着老黑平安归来 大家都异常兴奋 因为自从他们来到这里 就没有人能在里面活一晚 艾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传说 可一开始就看艾伦不爽的八字妹 认为她这一举动不仅破坏了规矩 而且还杀死了里面的怪物 不知道他们将要迎来什么样的后果 然而当众人还在争辩时 外面的传输通道发出了巨大的噪音 人们迅速跑出去检查 当打开笼子时 里面赫然躺着的是一个女孩 手里攥着一张写着 她是最后一个的纸条 嘴里还喊着艾伦的名字 这意味着这里 再也不会送新成员上来 为了找出这一切的缘由 艾伦想要回到迷宫去了解一下 在她的劝说下 大家一起来到了怪物被压扁的地方 观察后艾伦发现怪物似乎有什么 宁豪站起来抓住怪物的头 从里面找到了一个金属装置 上面显示的数字漆引起了她的注意 但是暂时还是联想不到什么 到了晚上 宁豪把艾伦带到了一个小房间 随着布罩的掀开 一栋迷宫的模拟图出现在眼前 宁豪说这是他和队友 花了三年时间跑出来的结果 艾伦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 明豪说队长不想让每个人都失去信心 所以他没有公开事情的真相 随后明豪开始介绍移动迷宫 他说这里有八个区域 每天晚上所有区域的墙壁都开始移动 这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根本原因 就在这时队友传来女孩苏醒的消息 然后艾伦就找到了对方 从这里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女孩说自己叫三利 身上自带着两瓶药 虽然还不知道药物的作用 但一定有它发挥的作用 突然艾伦意识到这可能是解药 在几人的商量下 看着毒性越来越深的老黑 只好一针扎进他的身上 第二天随着大门慢慢打开 艾伦和米诺决定再次进入迷宫寻找出口 在不断地奔跑下 他们很快来到了第七区 因为他们得出结论 被杀的怪物很可能来自第七区 此时金属仪器也发出了一些响动 艾伦迅速取出了它 经过一些测试 俩人在仪器的引导下找到了一个神秘的通道 原本紧闭的大门 在仪器的响应下缓缓打开 一个神秘的洞映入眼帘 走进巷里面一探 他们也意识到这可能是怪物的巢穴 但就在这时 洞穴中的激光开始向外扫射 随着警报声的响起 他们也意识到了危险 然后他们开始拼命跑 尼宫里的墙也开始发生剧烈转变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们终于在天黑前逃回了基地 然后他们将里面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众人 但听完后的八字眉很不爽 他质疑艾伦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灭顶之灾 然后人们来到老黑的房间 虽然他感染的病毒已经痊愈 但此时他非常沮丧 艾伦说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出口 但老黑却摇了摇头 盯着艾伦好像这一切都和对方有关 在这时门外的噪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当他们出去检查时 他们发现应该关上的门并没有合上 这意味着无数的怪物会在深夜向这里袭来 更让众人意外的是 另外三面低高墙都不约而同地打开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紧接着无数的怪物从四面八方迅速袭来 他们开始匆忙逃跑 在怪物的不断攻击下 许多队友被残忍杀害 他们很快躲在草屋里 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很明显草屋不能长时间坚持住怪物的攻击 然而在这个时候 怪物用尾巴抓住了小胖子 幸运的是大家都用力抓住了他 作为队长 老黑拿起武器开始反击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 怪物终于松开了小胖子 就在大家都认为安全的时候 怪物卷土重来 直接抓住了队长老黑 艾伦想向前制止 却没有一点方法 随着怪物一个个的离去 八字眉气势汹汹的向艾伦奔来 将一切的罪责都怪到他一个人身上 而艾伦又想起老黑苏醒时的话 为了恢复自己的记忆 毫不犹豫的将毒素扎在了自己身上 随着解药的注射 艾伦在第二天醒来后想起了这一切 将自己和三立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真相告诉了大家 就是艾伦将他们放置在这里观察的 为的是某种测试 然而其他人听完并没有责怪艾伦 反而希望他能带领大家走出去 可接管这里的八字眉可不怎么想 他抓住俩人 想将他们绑在木桩上处死 然而艾伦突然抢过武器 将对方击倒在地 很快黄毛和明豪也投入到了战斗中 与八字眉一营产生对立 几个人在艾伦的劝说下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而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留在这里 随后艾伦带领一些人进入迷宫 经过一番奔跑 他们很快来到了第七区 但这里有一个怪物守在门口 在艾伦的吼声下 人们拿出武器冲向怪物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唯一冲向外界的机会 经过一番战斗 人员死伤惨重 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通道的另一端 三立和小胖拿着一器进入洞穴 很快一个罗盘出现在洞穴的屏幕上 艾伦猜测密码是由迷宫的开启顺序组成的 随着明豪说出八个迷宫的所有开启顺序 门成功地打开了 当他们出来时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秘密实验室 这里似乎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随着艾伦按下屏幕上的按钮 一位女博士映入眼帘 她说地球被太阳灼烧一遍后 人类正被一种致命的病毒侵入大脑 为了找到病毒抗体 实验室将一些人员锁定在恶劣的环境中 以研究他们的大脑活动 并找到抗击病毒的方法 随着大量武装人员出现在屏幕上 女博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快大量武装人员赶到 他们被带上飞机 离开了这个让他们害怕的秘密基地 然而当众人认为终于逃离迷宫时 这一切只是实验的第一阶段而已